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西红柿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之一 可以炒着吃,拌着吃,也可以生吃 营养非常丰富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如何辨别激素西红柿的小技巧 跟这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要挑选大小均匀圆润的西红柿 这种西红柿就是自然生长的 不要挑有能有脚畸形的西红柿 这种西红柿就有可能是激素催熟的 在买的时候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对比非常明显 圆润和畸形的西红柿 第二个小技巧,观察一下西红柿顶端 顶端是凹下去或者是平的 这种是属于母西红柿 反之顶端是突出的,就是公西红柿 形成顶部突出的原因可能是品种不同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打了激素 生长过程中变成畸形 所以挑选顶部凹陷下去的 也就是母西红柿比较安全 第三,挑选表面看起来欣欣点点的 这种西红柿那里是沙壤 生吃比较好吃 第四,不能只看西红柿的果地 我们应该把西红柿的果地栽开来看看 如果是绿色的,则表示 这个西红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被采摘下来了 正常成熟采摘下来的西红柿 果地里面是黄中带白 这种西红柿就是自然成熟 购买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以上是个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